第1613集 方平见他无大碍 身上更是泛线一缕缕玉色 也不再管这猫 吃点亏也好 这下知道要刻苦修炼了吧 方平眼看着三人围杀自己而来 咬牙切齿 冷哼一声 看了一眼头顶上方 来啊 等你们 说棒 破空而起 直接朝上空的破洞飞去 老子和你们拼了 就是不走 看谁更狠 方平直接朝上空破洞飞去 当他刚飞上去 方平忽然眼神一致 他看到了什么 这是哪啊 破洞上空 不再是下方那小片的虚幻世界 此地 果然和他想象的一样 外面 还有世界 宏伟 壮观 一栋栋建筑 连成了一片 无数的建筑物 还有人 是的 人 方平看到了人 这一刻 方平有些恍惚 这到底是秘境 还是本源世界 或者虚幻的世界 这是哪儿啊 肩膀上苍毛瞪大了眼睛 嘀咕道 天界 天界 方平看到了天界 绵延无数里的建筑物 云雾缭绕 真正的如同仙界一般存在 这就是 天界 而就在这时 心机感升起 下一刻 一只手瞬间朝方平抓来 这一次 没有被方平迷惑到 与此同时 方平忽然心有所感 抬头看去 只见这片世界上空 悬浮着一颗太阳 千元 不是 那是 种子 方平眼神呆滞 一颗巨大的 好像太阳的种子 是种子吗 若是不知情的人 不会想到是种子 而方平却是知道一些事 所以在排除了 是先缘的瞬间 想到了种子 两头稍微有些尖锐 中间鼓鼓的 也许像个残宝宝 那是种子吗 方平抬头看去 下一刻 方平瞬间醒悟 他居然受到了一点影响 差点忘了自己身处危机 方平二话不说 掉头就往下冲 下方 红瑜几人刚要杀来 接着陡然朝四面八方散去 跑啊 一只巨大无比 强大无比的大手 从破洞中直接拍下 方平这混蛋真疯了 李主和红瑜现在都想哭 给你行吗 信物给你行不行 让咱们走吧 一起走算了 在这杀成这样搞不好都要死 何必呢 方平哪管他们怎么想 欺人太甚 我要点信物还是和你们换 你们居然不给 不给就算了 还要杀我 还打断了猫尾巴 这仇结大了 方平四处一看 二话不说 朝跑得最慢的一天王飞去 你他妈最弱你也敢来围杀我 找死呢 叶片 现在叶片有用吗 这大手连他都不放过 显然比之前的规则更严密 他躲得开吗 一天王一看方平朝自己冲来 暗骂一声掉头就跑 前方正在抵御规则之力的天直和顺红 一看他飞来的方向 去他们这边 两人怒骂一声也是疯狂顿倒 天空中 一只更强大的手掌碾压而来 两人一看这情况 哪有丝毫侥幸心理 跑 不跑 被这手抓到了 他们绝对会被捏爆 何止他们 方平觉得自己都得被捏爆 这只手的力量 已经隐约间达到了之前 捏爆霸天地那只手的力量 哪怕有些差距 差距也不会太大 霸天地之前破八 都被捏爆了 就方平这实力 百分百得被捏爆 方平嗷嗷直叫 吼道 依 鬼孙子 别跑啊 敢对我下手 胆子倒是不小 来啊 一起死 一天王怒骂一声 我信你个鬼 方平有传送的信物 没失效 关键时刻他跑了 自己被规则之手干掉 到哪说理去 他又不是白痴 红宇他们也是考虑到了这点 压根不愿意和方平一起接着一只手掌 否则 红宇还是有些把握接下的 可接下来 他重伤方平跑了 有用吗 要是方平被干掉了 他重伤 那他还乐意 一天王跑的速度也不慢 方平眼看着要被大手抓住了 陡然抱吼一声 下一刻 助神使耳边传来方平的声音 缠住坤王瞬间 助神使下意识的爆发 一下子定住了坤王瞬间 他本就是精神力正道 比坤王要强 很短暂 这么短暂 一般情况下没什么 坤王眼神稍显呆滞 不过一开始也不算急切 可是下一刻 坤王清醒了 老子 坤王怒吼 还没来得及骂完 一把探手抓住了 助神使的手臂 咆哮道 一起来 混账 方平来了 方平就在他身边 速度快地吓人 要朝他后方跑 显然一天王跑了 方平觉得 坤王挡枪不错 让助神使挡住坤王 让坤王挡刀 坤王都快气炸了 可来不及避退了 非但抓住了助神使 一只腿忽然变得极长 一下子朝方平前方挡去 你他妈也给我来 互相伤害 谁怕谁啊 方平速度太快 来不及退避 轰隆一声撞到了大腿上 下一刻 大手直接抓来 三人都在覆盖范围内 方平浑身原力爆发 大量的血液喷涌而出 将自己和苍茅覆盖 助神使吼道 不走 都这时候了 方平还不选择脱离战场 方平懒得回话 走什么走 不是不走 是大手接近的瞬间 他感应到 传颂的规则之力 被覆盖了 被挡住了 倒霉啊 没想到大手的力量 居然能遮挡这股传颂之力 这一下子只能坑了 方平也觉得自己死不了 三位强者一起扛 怕什么 何况 此刻的方平还不想走 他要继续在这抢夺生命力 大猫好像快要锻造玉谷了 机会难得 换成平时 不修炼个千八百年的 哪来的这么多生命力 那还是他 别人更少 方平不走 助神使一咬牙 将自己身上的帝皇分身 一下子丢给了坤王 坤王脸色铁青的吓人 二话不说 一脚踢出 将假的帝皇分身踢飞 踢的方向 还不是方平 因为踢给方平 爆发力还在这边 他扫了一眼 直接朝一天 往那边踢去 这一混蛋跑了 害了自己 不坑他坑谁 给自己分担一点压力 至于脚下踢的是自己父皇 他没在意 又不是真的 假的而已 踢就踢了 就算是真的 此刻他的父皇也该理解他 假帝皇标示而出 瞬间在一天王身后炸开 一股强大的规则之力 同时在此地炸开 前方 一天王抱吼一声 全身气血之力爆发 叶片直接炸裂 后背血肉炸开 一眨眼 一具金黄色骷髅呈现 红坤 一天王怒吼一声 这时候还坑自己人 这家伙也是黑心的 红坤压根没把他当自己人 什么自己人 真要是自己人 你的叶片不能给本王一片 也是个有阴谋的家伙 早在这家伙引诱自己这些人来这 他就不相信一天王 现在不坑他坑谁 而方平他们这边 也是一股更强大无比的力量爆发 血肉炸裂 骨骼好像被锤子锤击 锤得方平晕头转向 痛苦无比 藏帽好像也被打得痛苦无比 惨叫出声 最惨的还是铁头 此刻居然还有心思骂街 老子就不该锻造玉谷 后悔啊 好好的锻造什么玉谷 锻造就锻造了 就该早点跑路 何必跟着方平 现在好了 凄惨无比 玉谷都撑不住了 再军烈 他毕竟不是天王级强者 闭嘴吧你 方平一声怒吓 他知道铁头扛不住 其实自己承担了超过六成的压力 藏帽扛住了三成 这家伙顶住一成而已 叫个毛线叫 他这边凄惨 那边 坤王之前肉身就炸裂过 一直没痊愈 现在再次遭受重击 一尊半玉谷骷髅出现了 诸神石也好不到哪去 一身神奇玉谷呈现 一群骷髅出现了 这地方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制造了一群骷髅人 炸裂声不断 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坤王化为骷髅 觉得有些不对劲 下一刻怒不可遏 还不把那尊假分身丢了 咱们还背着一尊假分身呢 难怪规则之力一直持续 这么多人一起扛 居然还遭受了重击 看样子还没结束的时候 坤王都气炸了 不要命了 你们不要 我还要呢 这东西不毁了 这规则之力不散 他们迟早要被这绵延不断的 规则之力轰杀 方平却是打死不丢 问苍猫道 端造玉谷了吗 苗 没有啊 苍猫惨叫 也是血肉模糊 这家伙居然没成骷髅猫 血肉都强得可怕 坤王他们都成骷髅了 他只是血肉模糊 这猫几万年的修炼 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 也和方平顶住了不少压力有关 那就再撑一会儿 方平吼了一声 他和这家伙开战 不就是想捞点好处 让这些人帮着分摊压力吗 现在坤王帮着分摊压力可不够 看样子 这规则之力还在积蓄 此刻 方平看向祝神使 你轰击鸿坤 让他跟我们一起移动 去找李主和红羽 一起分摊压力 祝神使还没行动 坤王咆哮道 红你祖宗 本王自己会走 找他们去 心里不平衡 这不是他的锅 是红羽和李主 和方平斗起来了 他真的冤枉 现在他在这顶着压力 被规则之力轰击 那俩跑了 他也不爽 当然 不是单纯的不爽 红羽虽然是他弟弟 可现在这局势 他 方平 祝神使 都受伤不清 那俩确实伤势不重 红羽 也不会将小命寄托在那个弟弟身上 得把他们也弄成重伤 大家一起受伤 这样保证才有安全 要受伤 大家一起受伤 凭什么就他们几个受伤 带着这种心思 哪还有助神使轰击他 他直接跟着方平一起跑 朝红羽和李主那边飞去 大家一起倒霉 还免得被助神使打的伤势更重 你 远处 红羽头都炸了 自己这大哥 他都没法说了 关键时刻 居然和方平他们一起冲来了 红坤 你缠住方平他们片刻 重伤他们 待会儿击伤了他们 我绝对不会对你出手 他知道自己大哥的心思 担心自己对他下毒手 可现在他真没这心思 要杀也是杀方平 红坤都懒得回话 信了才怪 这世界能相信只有自己 他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小命还是握在自己手上 三人一起出力 瞬间杀向红羽 红羽顿逃 结果助神使精神力爆发 苍茅也是 方平更是干脆 直接突入本源捣乱 这边 红坤也不闲着 一拳轰杀而出 在红羽前方爆开 眨眼间 受阻的红羽 一下子被席卷了进来 规则之力爆发 红羽也是悲愤无比 他被自己大哥给坑进来了 远处 化为骷髅的一天王跑得飞快 他不行了 他不能再被拖进去了 他下意识地远离李主 那家伙才是大家的目标 而李主一边顿倒 一边喝倒 击碎苍茅身上的分身 快 不能给他们继续下去 苍茅锻造了玉谷 方平一定还会继续锻造 我们为他们承担压力 好处确实都被他们拿了 击碎了分身 规则之力就消散了 李主也在自救 他可不想一起倒霉 何况这倒霉了还没好处 好处都被苍茅他们拿走了 现在苍茅在锻造玉谷 待会搞不好方平还要继续下去 李主才不会干这种事 此话一出 刚刚还坑了弟弟的昆王 一下子朝苍茅抓去 红鱼也是 瞬间朝苍茅抓去 得灭了分身 苍茅喵无直角 气恼道 这是你们爹 这猫也学会了方平这套 你们连爹也要杀 兄弟俩气急 这是你爹 弄个假分身 差点坑死了他们 这些混蛋一个比一个可恶 这些人在乱战 大殿中青年面前的画面 其中一幅画面却是出现了卡顿 如同监控视频变成了雪花点一样 青年皱眉 帝皇这一关出问题了 不仅如此 连带着其他官家 此刻都在晃动 这一关中聚集了大量的强者 而且都不是擅长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青年也不清楚 更关键的是 意在那边 可现在 青年连异的情况都无法察觉了 出变故了 青年皱眉 这些家伙到底做了什么 之前大量的人破关 接着就爆发了大乱 规则出动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布局 哼 闷哼声陡然传出 青年面前 那幅雪花点屏幕直接消失 青年脸色一变 出事了 布局了近万年 根须贯穿了十三关 而今 帝皇这一关的根须破裂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帝皇这一关彻底失控 该死的 之前霸天帝那一关就出了点问题 现在这边又是 那个家伙和苍猫在一起的家伙 青年咬牙切齿 也有些愤怒 两关 接连两关出了点问题 都和那人有关 该死的混蛋 就在青年愤怒的同时 方平他们彼此纠缠 接连乱战 就在此刻 苍猫一声咆哮 忽然伸出利爪 如同白玉 一爪子抓在红鱼脸上 嗷屋叫道 让你打猫 红鱼帅气的脸颊 瞬间被抓成了筛子 之前大家都成了骷髅 红鱼进来的晚 倒是还保持住了肉身存在 此刻 一下子就被抓成了毁容脸 苍猫得意洋洋 猫身上 骨骼涌动声不断 兴奋道 骗子 鱼骨逃了 鱼骨逃了 报仇 报仇 打他们 他之前距离成就 鱼骨就不远 这一下子 真的成了 当然哪怕成了 苍猫这时候也没做到 一下子全部将气血转换成原力 也没做到瞬间气血质变 换言之 并未达到他的极限 1600万卡左右气血 纵然如此 此刻的苍猫 爆发力也接近1200万卡左右 一爪子抓出去 也足以破七了